今天是10月份的最后一天 总共新增了2.2万例的本土个案 创下了两个月来的新低 主要中心分析 疫情下降趋势稳定 但首度验出感染了BF.7 还有XBB的本土个案 两位都接种了3剂的新冠疫苗 没有境外接触值 而其中感染了XBB的个案 更是重复感染 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指出 XBB病毒是BA.2的重组变异株 有较高的重复感染几率 但主要还是发生在 Alpha还有Delta的感染者 新型变异株攻入台湾社区 国内一口气验出感染XBB 跟BF.7的本土个案 这两名确诊者 分别是北部40多岁男性 跟南部60多岁女性 都打过3剂新冠疫苗 也都无境外接触史 其中感染XBB的个案 更是重复感染 它其实是两种BA.2的重组变异株 住院率看起来 反而是下降三成左右 那另外XBB有较高的 这个重复感染的这个几率 根据这亚洲的国家的资料看起来 主要还是集中发生在 这个Alpha或Delta的感染者 虽说有新变异株 入侵国内社区 但本土疫情下降趋势稳定 10月最后一天 共则2.2万例确诊 创下两个月来的新低点 指揮中心推估 到了11月底 3日新增个案 可降到1、2万例 也将在本周开会讨论 沿你再缩短 确诊者的隔离天数 原本11月7号起 隔离天数就要改为7加0 下阶段更可能会减少为5天 而且有望在九合一大选前上路 让更多确诊者能出门投票 到底会缩短为几天 还有待专家评估 而第二批BNT幼儿疫苗 共62.4万剂也已经抵台 今年度采购量 以全数到货 有望再逐高台湾的免疫防火墙 接送不到